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玲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 我们已经忙了一个多两个月了 我们也好久没有到外面去旅行了 今天我们想说话 我们要去史丹索 请你跟着我的视频 我们到史丹索一探究竟 史丹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小镇 它是昆斯兰内陆的一个小镇 在布里斯班西南200公里 在新英格兰高速公路上 我们就这么开着车 慢慢悠悠的开进了史丹索这个小镇 这个小镇呢其实并不大 常住人口呢大概在5000人左右 在每一个小镇上都一样 在这个十字路口前后左右 开车十分钟 你就可以看进了这个小镇 它跟很多小镇都一样 加油站啊 商铺啊 购物中心 还有各种各样的零零碎碎的小卖部 很久以前呢 我看过一本书 一个国家有100个值得你去看的小镇 当时我很感触 我来到了史丹索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我的视频 史丹索大概在200年前 他们发现了西矿呢 就在这边 昆斯兰内陆里这个小小的一个地方 发现了西矿 然后呢 一旦的西矿呢 他们进行开场 然后呢 无端的远到这个小小的镇 然后就慢慢的发展起来 所以说沿途呢 中有很多那些非常古老的建筑 说古老其实也就是大概一百多年 两百年历史的那种建筑 可是他们都保存下来 你沿途所看到的很多房子 都载入了遗产能力 这在澳洲它意味着 你不能够随便的去拆它 或者是重建它 你就算要重建 必须要经过市政的允许 很久以前我看过一本书 某一个国家 有一百个 你应该值得去看的小镇 我非常感触 这就是为什么我制作这个视频的原因 我想把澳洲那些有趣的 像星星一样 撒入在某一个角落的一个小镇 它的有趣 它为什么值得我喜欢 为什么值得你去看 我想把它一一的 带你去看一下 沿着这条大陆呢 市中心的大陆呢 一直往前走 每条河道 旁边呢 就有戏机中心 如果你有任何戏机想知道的 也都可以来这咨询 我到过很多澳洲的小镇 很多都非常有趣 有意思 我对别人如何生存 如何 以什么为生 然后呢 又过着怎么样的小日子 我总觉得特别的有兴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喜欢到小镇 一个小镇 一个小镇 一个小镇的去看 一个小镇 一个小镇的去玩 去听 去品尝 去吃吃喝喝 我觉得人生 不是在努力工作 努力赚钱的路上 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一边努力的工作 一边努力的去享受生活 我们就在旅途中 我喜欢史丁索 因为它有山 也有水 它有这种美丽的心理 溪水弯弯严严的穿过 花岗岩的乡村小镇 叢林 然后呢 一直向西南 一直一直延伸 在十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水库 看看这是河嶺 和水草重生 澳洲的本地人 是不吃河嶺 所以这里呢 是鱼虫水母天堂 花点时间 沿着这条小溪 漫步 经过水质斑斑的花岗岩 总觉得心里特别的安静 是一个花岗岩的地区 它的花岗岩呢 变成了 是美丝满的 这其实 这个石头是一个 非常严厉的小小 哇 它很漂亮 是美丽哈 绿索呢 世界非常分敏 温差很大 所以它呢 就算适合那种植物 果树的生长 苹果 梨 葡萄 藍莓 草莓 各种各样的水果 它可以称之类布里斯班的果圆 它盛产葡萄 所以在这里葡萄酒比的 哪哪都是比比皆是 因为盛产葡萄酒 所以我带你来的这个特别的地方 它就是承包酒 所以它有酿酒叶葡萄酒叶和文明 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城堡酒瓦 看看 军酒 RUN 还有各种各样的威士忌 利口酒 看着这五光十色 当我第一次踏入这个酒庄的时候 我都惊呆了 它是那么那么的好看 有一种水果花香的香甜 被迎面扑来 总觉得就庆在幸福当中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镇 这么一个小小的城堡酒庄 滩自酿的酒 一口酒 屡获国际的舒容 这是什么 这叫做的 这叫做叶玛翅 在这叫做叶玛翅 是什么 是什么 叶玛翅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具代表性的八种 也有我最喜欢的蓝纹起司 这凌兰满目的起司都是做好的 到了假期呢 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这里 去观看他们的工厂呀 品尝起司呀 可以品尝各种类型的起司 你可以根据你喜欢的口碑 可以挑到任何蓝纹的起司 这就是我最喜欢蓝纹起司 它臭的蓝纹 蓝纹 天气呀 土字呀 非常适合葡萄的生长 看着这小小一株的葡萄 有些甚至都有上百年的历史 这是我最喜欢的史丁索的小木屋 它呢又称为啤酒小木屋 它呢又称为啤酒小木屋 它大概呢三百英亩的丛林中 距离四区呢大概也就十分钟 整个庄园有二十个雪松木屋 柴木群 它可以有很多的滋滋的瓶子 这呢我们可以品尝到它们质量的啤酒 看看这一定的啤酒 沿着史丁索想缓缓的西林 我们来到的就是红桥 1886年修建的红桥也叫空中田 我们在史丁索呢 要留大概三天 我的攻略很简单 第一天 我们在史丁索呢 沿着河里沿着西林 在公园里漫步 卫卫鸟看着花鸟鱼虫 沿着铁道来到了红桥 然后呢 我们去到了市区的那个小小的花岗岩公园 第二天 我们参观了奶酪工厂 还有那个城堡酒庄 可惜我们有个小小的遗憾 不定没有看到他们的松露工厂 这就是他们的市政工作大佬 他们永远都在这里 好啦 这就是我的史丁索之旅 史丁索很有趣 如果让我打分 我给他8点5分 世界很大 让我带着你看不一样的澳洲 我是百丽 我们下一期见